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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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也会把它算到现实主义诗歌的这一路 就说戴旺书 一般以为他是比较倾向于表现 过人悲欢的一个诗人 其实他也并不缺少那种对现实的关怀 所以三十年代有两大诗歌的创作流向 具体的说有三个流派 一个中国诗歌会 现实主义诗派 一个是后期新叶派 还有一个是现代派 这是大致的划分 就为了大家了解轮廓 理出新诗各种风格流派的来龙气脉 具体接触到诗歌 某一个诗人 他的诗歌我们还是要从诗记出发 其实真正优秀的接触的诗人 他是很难归入到哪一个流派的 所以技术库我们重点是了解这个时期一些 代表性的诗人和他的一些创作的特色 并测重了从诗歌艺术上去探讨 各个流派他的德和诗 这里我们要稍微回顾一下 上个十年上一个世纪 第一个十年新诗的发展情况 因为新诗是从五四前后才开始的 那么最早出现的白化新诗 是胡适的长世级在那边打了头阵 就开了风气之先 但尽管当时没有拖进旧诗的痕迹 所谓怎么说就怎么写 虽然他也破除了旧体诗词 严谨的那种僵化的那种格力 但是他的诗位是不足的 像胡适的长世级 这是一种开风气之先 他的诗歌的艺术 相对来说是谈不上的 那么当然初期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试验 我们只能说是试验 譬如说刘半农 《香格一虫子》 以及《瓦府集》里面的一些作品 主要是朝民国的路子这方面走的 向民国学习 像一平伯 神语墨 这些诗歌 比较多的是朝古典诗歌 这方面走的 像借鉴古典诗歌的创作 就是初期的诗歌 总的来说艺术性不足 就是说当时突破了旧体诗词的束缚 但是还没有立起来 破了没有立起来 真正使新诗初步站稳脚跟的是谁呢 是郭沐肉 郭沐肉出来以后 新诗就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了 郭沐肉它主要是女神 他里边的那些诗是自由体诗 当然他比较注重想象 注重抒情 遗体得到充分的解放 以此同时还出现过胡伴诗派 专门写爱情诗的诗派 还有中白华冰心的小诗派 都是所谓自由体诗 所以这个时期仍然是注重突破旧的传统形式 就是突破旧体诗词的形式 主张尸体的解放 尸科题材的解放 主张绝对的自由 并且模仿外国的形式 实际上没有比较确立的形式 所以除了郭沐肉和一些主要的诗人以外 第一个声言 当时大多数的诗歌创作都是比较自由化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就导致了有点出自烂造 因此往后发展就是出现了新一派 新一派就来一个纠篇 他比较探讨新师的本质 制作的规律 来注重艺术性的提高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纠篇 一个七项 新一派主要是文艺多 习志摩为代表的 他们就是注重了规范化 这个往新的格力这方面走 所以第一次自觉的 有目的的来试验新师的艺术 当然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另外一个 这个叫做初期的象征师派 那就是李金发为代表的 那么加上前期创造社的一些作家 创造社的一些作家 以及蒋光瓷为代表的普罗斯派 所以第一个十年 整个诗歌的创造的状况 大致就如此 就刚刚起步 比较自由 特立了旧的形式 但艺术上 这个不是非常精道的 那么现在就发展到第二个十年 就是我要说的三十年代 那么这个时期 一方面要满足 并且数字以当时的历史条件 要满足三十年代那种历史条件 另一方面 又是第一个十年新史发展的元系和发展 我们下面稍微分开一点来讲 大家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想讲第一个 是以中国诗歌会为主的现实主义诗派 中国诗歌会是一个社团 英夫普风他们为代表的 它是往现实主义这个方向走 那么戒派的渊言 可以接续到二十年代的普罗斯派 这个二十年代末出现了一个普罗斯派 也就是提倡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诗派 比如说蒋光池等诗人 他也是个小说家 他们的诗歌都是贴近现实 是吧 鼓吹革命 有相当的鼓动性 这个就是一派了 第二个就是后期新约派 后期新约派 新约派是二十年代末就出现了 到三十年代中期以后 就叫后期新约派 这一派主要是倾向浪漫主义 收情的 收过人之情 这个比较注重唱作 那个唱作的技巧 包括汴之林 何其方 陈孟家等等 很多是学校里面的学生 那么他 是二十年代新约派 过渡而来的 就是从以前那个早期初期的新约派 过渡而来的 所以像习志摩 早期的新约派的一个主干将 在届时后期 他仍然是有创作 也是很有影响的 那么这第二派 第三个是现代派 也有人称之为象征主义 这个十个派别 这个现代派 包括像戴旺书等诗人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 他们以早期的李金发等诗人 那种象征主义的创作 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 现代派 以上我们就是一个轮廓性的了解 三派 三派诗人 以及他们各个十个倾向的传承 延续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 一些具体的诗人和他的作品 我们先讲讲现实主义诗派 现实主义诗派 它当时是一种主流的诗派 为什么叫主流 它的影响相当大 当时年轻人都是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潮 追求革命 所以对这样的诗国 当时他们结束是比较普遍的 虽然比较起来 这一派 中国这个诗歌会的 这个现实主义诗派 比较起来 他们的艺术性 不一定很高 比那个新级 后期新级派 象征派 可能要差一些 他们也 不是在这方面特别下功夫 但是如果从结束读者的反应来看 那么这一派 无疑 它是充分的满足了 当时的时代的要求 和当时的审美的要求 因此它也更有力的 左右了当时整个时刻发展的一个流向 如果讲文学史 而不是刚是我们凭个人的爱好 来欣赏作品 当然应该重视 像这个现实主义诗派这样的 在历史上 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的 一些创造现象 那么这个流派 它的创作 我们为什么要讲它是现实主义的 为什么称之为现实主义诗派 具体一点来说 就是要题材 它写诗的题材 内容 要贴近现实 要关注社会 要为社会发出声音 发出时代的声音 这是一个特点 是吧 我们理解它的现实主义 第二个呢 是反应的方式 比较追求大众化 要大众能懂 是吧 第三呢 是以底层的民众或者革命者 作为抒情主人公 它里面是个很多我 很多表达内容的主体呢 都是革命者 或者是底层的民众 是从他们的立场出发 第四呢 就是它的形式上 比较喜欢追求歌谣化 细事性在加强 俗情性在减弱 所以这四点呢 也可以说 这一派诗歌的特点 是他们呢 对新师发展的一个贡献 确实他们也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 是吧 是以前没有的东西 比如说题材方面 要求迅速的反应时代 这个表现工农的斗争 表现底层的生活 还有呢 强调鼓动性 这都是以前的诗歌 比较缺少的 这个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我们呢 读两首诗啊 读两首诗 一首呢 是音符的五一歌 另外一首呢 也是音符的 是我们 五一歌啊 我给大家读一下 五一劳动节的五一歌 今天 在今天我们要高级红旗 在今天我们要准备战争 怕什么铁车坦戈炮 我们伟大的队伍是万里长城 怕什么杀头枪毙坐牢 我们青年的月血 永难流尽 我们是动员了 我们是准备了 我们今天一定 一定要冲冲冲 冲破了资本主义的恶魔功 杀不完的是我们 骗不了的是我们 我们为解放刺激的阶级 我们冲锋陷阵 粉不顾身 浩泡震天响 气笛抖炎吹 我们冲到街上去 我们挤着伟大的武艺四位 我们手圈着手 我们肩并着肩 我们过的是非人的生活 没有斗争才能解的锁链 把沉重的家手打到地上 把卑鄙的欺骗扯得粉碎 我们用血用肉用铁 斗争到底 我们要把敌人杀个干净 下面就更有意思了 管他妈的帝国主义 国民党 管他妈的起销主义 改主派 好生军阀半个也不胜 不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永难翻身 像现在都建了 使我们感到有点标以口 太粗是吧 很粗啊 但在当时呢 它是一个你想象啊 五一节 他们到街上去游行 是表达夫生 是吧 就用这样的语言 才能够宣泄他们的愤怒 是吧 表达他们的意志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五一歌 是音符 一个很年轻的一个诗人写的 另外一首呢 也是音符的诗 我们也念给大家听听 好啊 我们的意志 如烟囱般的高挺 我们的团结 如皮带般的坚硬 我们转动地球 我们服役着人类的运命 我们是流着血汗的 却唱着高歌的一群 目前我们陷在地狱般的坑里 在我们头上送着社会的严惩 没有快乐幸福 但我们却知道我们将要得胜 我们一步一步的共同劳动着 向着我们的胜利的早晨走进 我们是谁 我们是十二万五千的工人农民 音符的我们 跟刚才那个风格是差不多的 都是有点标语口号化 他们的情绪非常的激烈 但这不是过人的情绪 事实上是我们 我们是代表了当时一种反抗的呼声 是吧 一种对现实的不满 对理想的追求 所以和五四时期 常见的那种诗歌的风尚 是不太一样的 过去的诗歌一般是什么 是比较个人化的 比较感伤的 那么现在读这时感到陌生 但是你要承认 它是有一种利的那种气势 追求一种利的美学 而且有一种鼓动性 现在大家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都会都写这样的诗 其实像音符这样的诗人 他不是写不出那个优美的 细腻的那种书琴诗 不是这样的 他年轻的时候 十六岁开始写诗 他是浙江人了 写个放脚时代的竹印 写了很多这部诗 其中都是写寂寞 写爱情 写那个希望的破灭 可以看到 音符这样的诗人 他也是很有过人的 抒情诗的那种 那个天分的 他现在写 刚才念的这些诗呢 是有意要摆脱 五四以来的那种 过人的感伤 是吧 要写大的题材 要为底层的民众 喊出呼声 是吧 所以要追求那种 刚健的 粗犷的 壮阔的 那种格调 是吧 他觉得这个 以前写的那种 太过人化了 太精雕细刻了 没有意思 就转向 这个 这种 壮阔的 粗犷的 你看 诗里面甚至 有些不干净的话 是吧 其实他 这个代表了一种 审美 其向的变化 是我们中国文学 历来 切少的那种 格调 这种新的血液 是吧 这个 当然他的缺点 也非常明显了 特别拉开历史记录以后 现在我们这和平年代 都这样的诗 就感到他 这个太 这个 粗了 追求那种 及时性 重大题材 但是太口号化了 是吧 这个也比较狭窄 他写的就是这个题材 那么我们还要讨论一下 像刚才 这个诗歌流派 现实主义诗派 在反映方式上 他确实 是抒情性 有所减弱 或者他抒情的 过人的那种抒情性 减弱 气势性再加强 刚才我念的这两首 还不是这样 下面我们要讨论的 这个中国行事派的 一些诗人 这一点上 表现的就更加突出 为什么会这样呢 跟读者反映有关系 因为他要宣传 鼓动 是吧 而读者呢 是普通的民众 是吧 不是高层的知识分子 所以历来那种比较精致的 抒发过人情感的方式 对他们来说是不合适了 是吧 所以要加大细事成分 才能够满足民众 所以这跟刚才说的第四个特点 是有关系的 就是怎么加大细事成分呢 就是郭瑶化 结果啊 这阶段 这一派诗人 他发展了细事诗 缺点呢 就是削弱了诗歌的艺术 因为这个诗歌 毕竟是主情的 不是细事的 即使是细事诗呢 也应该 抒情为主 否则 你就写小说好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 这个中国四国派 现实主义诗人 他们就 不抒情 他也刚才也念了 他说的是 我们就是 这个 一个时代的 那种反抗的呼声 但这种书情呢 比较平直 直书 胸义 就直接喊出来 不讲究含蓄 是吧 不过 现在我们 回过头来看呢 这是 在一定程度上呢 也是满足 当时时代的 一种审美的心理 是吧 好像只有这样 粗一些 执一些 大喊大叫 甚至才够劲 才痛快 才能够 这个 彻底的告别小资 小资 那些情调 所以现在读了 很粗糙 甚至不能 这个不忍 不忍 足读了 是吧 但是在当时呢 可能是受欢迎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